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 不管全世界各地的太阳 都一定会升出来 那我们的新闻也要端上来 那当然有很多朋友说这句slogan 好像有一点点实态不对 因为有一些地方 他们是月亮升上来 红月亮 这昨天红月亮看了没有 那当然在美国 此时此刻 这个美东时间应该是在6点 快吃晚饭的 那美国西岸 大概差不多是在下午3点 北京时间早上7点 此时此刻 似乎看到美国大陆上 出现了一个红色浪潮 朝着美国而来 那什么样的红色浪潮 那当然又是右翼民主党 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 取得一定的优势 当然现在到投票结束 投票结束 美国时间现在是8号 对不对 我们9号他8号 他星期二 那现在我刚刚讲 美国东岸现在是6点 6点现在美国东岸时间 已经有的州 第一个州要开始停止投票了 哪里呢 印第安那州的一些选区 已经停止投票 这是因为美国东岸现在有时差 三个钟头 所以已经停止投票 那接着呢 就陆陆续续啊 7点钟 有的州 有7点半的 8点 8点半的 9点 10点 11点 12点到 美东时间 我们以美东时间来讲 5月的凌晨1点以后 那个是哪里 是阿拉斯加 最西边的 这个从东边讲 逐渐投票所就关闭嘛 对不对 关闭的意思干嘛 要统计票了 那当然共和党会怎么样呢 这个当然今天呢 这个共和党至少希望在 众院的435席当中呢 拿下218席 照目前来看呢 这个出口民调啊 还有各方面的数字显示了 当然我们这个 因为还在投票 不能做结论 但是至少 不过也没关系啦 我们也不在美国嘛 那大概应该在半数 如果435席 要拿下218席的话 现在预估共和党 已经拿到了216席 距离那个过半门槛 两席啊 两席 但是现在民主党呢 今年的表现不太好 据说现在 确定应该八九不离时的 199席 距离这个门槛呢 还蛮远的 因为218跟199 中间还差19席啊 除非现在剩下的席位啊 他通吃 或许还有希望 但也很危险啊 那 从长计议啊 哎呀 姐姐啊 你都已经这样子 对不对 休息吧 休息吧 别车疼了 因为毕竟啊 他回到国会 他变少数党 虽然总统是民主党 但是你在国会 民主党是少数 对不对 那影响力法案上 那你就就吃亏嘛 对不对 顶多是在跟那共和党 天天在那吵哈 但共和党看起来当众议院当家的概率很高哈 那看完众议院我们再看参院 参院到这一次是35席改选 对不对 他100席 只改选35席 最新消息传来呢 共和党在参院的选举35席当中 据说稳超胜券20席 那换句话讲 现在呢 加上他原来没有改选的部分 在国会 距离门槛一半的50席 他已经拿了49席 49席对上共和党的48席 对不对 中间还有三席是还没确定的 那一个49一个48 这三席呢 除非民主党通吃51 否则的话 这个被共和党一拿到手上 嘿嘿 那就又变天了 所以为什么叫红色浪潮 光参众议院就这样 那更不要说 美国总统拜登 最新的政治民调CNN调查的 对不对 他是综合了所有的媒体 做了一个统计数字 这个不同还不担心啊 那么统计完之后啊 那真的是捅个大窟窿啊 那居然他的支持率掉到40% 他最高的时候是50多 现在一路掉 他8月份的时候曾经真的掉的蛮低的啊 那当时因为那个通胀太严重 他最近不是又升息啊 美元又强势啊 通胀稍稍缓解 他的声望才稍稍回回升 但也到40而已啊 不支持他的高达54%的选民说 你知不支持拜登 no 那换句话讲 2024 但是这样玩下去危险啊 对不对 因为有人已经说了 我11月15号 在海湖山庄 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向各位宣布 那什么事嘛 不就选总统吗 那谁啊 特朗普啊 对不对 海湖山庄11月15号 这个日子挑的特别好啊 就是一周之后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讲嘛 这个现在这个印第安纳州已经 部分这个投票站已经关闭了啊 开始要计票 那当然呢 这个各位要知道 这是选的 除了参议院 众议院 州长 什么检察总长 哇靠一大堆啊 对不对 那么多州 那么多投票站 每个州都几百个投票站 要把这些票全部清完 一个礼拜 都算快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搞不好拖拖拉拉 有一些选区啊 可能还会有争议 比如说像 今天在亚利桑那 有一些州啊 开始投票的时候呢 那个那个投票机啊 出问题 delay了几个钟头 才开始投票 那他关闭时间就晚嘛 对不对 那他计票就向后推 意思一个一个往后推 对不对 所以整个 通通统计出来啦 保守一点 11月15号 对不对 啊这个特朗普有经验 那正式宣布啊 参选或不参选 因为如果共和党 拿下两院 那是绝对的优势啊 那对他而 2024 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 对 中国成语真好用啊 在这时候 对不对 不然照英文呢 要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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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大堆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呢 这个中华文化是博大今生啊 这个不在话下 那当然这次选举啊 有几个状况 值得我们关注 就第一次啊 美国在这个中期选举啊 他竞选经费 每个候选人要报告 我的竞选经费嘛 对不对 各位可要知道 美国搞这一次中期选举啊 光是候选人的部分哦 不算选委会 那些雇那些员工啊 什么投票站啊 什么那些租场地啊 啊投票机那些通通不算 光是候选人花了多少钱 13亿美元啊 对不对 大家都报备嘛 比如说我花八千万 三千万两千万 我钱哪来的 这都要交代啊 是谁捐的吗 对不对 啊张三李氏啊 啊王武啊 对不对啊 这个谁捐的啊 啊对对对 小王啊 对也有 好来 那最重要呢 在宾夕法尼亚州 我们讲了美国的民主胜地啊 宾夕法尼亚州 是这一次所有各州当中 花费最高的 三亿七千万 你就知道那个抢下民主胜地啊 那个象征意义有多大 两边呢 不惜血本砸 实际上在 呃 二零年吧 啊二零年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过去两年哈 美国一直在吵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政治献金 跟政治人物之间啊 不要不要有对价关系 不要挂钩这件事情啊 就认为政治献金呢 过去看得出来对政客的影响很大 对不对 那政治献金啊 呃实际上在美国的政治上 他真的是会影响政治的人物的决策 对不对 你的金主 这你最大金主对不对 支持你把你捧上去了 今天你当了 对不对 当政了 你金主跟你说 兄弟啊 我现在公司啊 有一个案子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弄个法 帮我把这件事情呢 给摆平 你跟金主说不啊 那你就以后没以后了 可以说不 到此为止 对不对 你几年后还选不选啊 你找他 他还帮你啊 他脑袋烧掉了 对不对 不可能嘛 所以你要干嘛 要办事 拿人手软啊 对不对 又是中国成语 对不对 吃人嘴软 拿人手软 那他不是要办事 所以美国这次原来一直希望 降低竞选经费 政治现金不要那么明显 但那些 我给你讲 美国的商人啊 他们把政治现金啊 看得像投资 对不对 投资 有一种叫做 我养在那里 第一 我跟你的关系啊 必须靠政治现金捆绑 对不对 捆绑了以后呢 备而不用 就像最高境界的公关啊 很多公司有公关 最高境界的公关是 当公司出事情的时候 媒体不修理 这叫最高境界啊 不是夸公司好啊 不需要 公司已经够好 但是公司摔跤 出错的时候 后面不要有人捅刀子啊 这就是最高境界 那生意人也一样啊 跟这个捆绑政客 一定要捆绑一下 然后捆绑了以后呢 备而不用 我也可能 这三年都不找你 四年不找你 但改天我一找你 你马上就要来啊 对不对 我一通电话 因为小跑步前进啊 咚咚咚咚就来了 对不对 报告什么事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啊 所以政治现金这件事情呢 看起来是 这一次还是失败 而且创纪录啊 比上一届高多了 代表这个政界跟商界割不开 听说美国最大支付公司啊 他政治现金不过瘾 他怎么样 派了两个公司的高管 你们两个就退休 公司出钱 你们去参选 这个众议院议员 参议院议员 干嘛 以后替公司在国会上班了 这个你看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对不对 当然他们不承认 他们只是说 我们是退休了 对不对 我有意从政啊 那我的母公司又很爱护我啊 又这个政治现金支持我啊 我非常谢谢我过去的老东家 完全说得通啊 对不对 你真的信 那你真的是才怪啊 好了 那政治现金讲完之后 再来看到呢 这次的投票率啊 也很有趣 这个因为上届2020年啊 那个美国总统大选通讯投票 各位记得当时特朗普啊 一直认为这个通讯投票 作弊 民主党啊 作弊啊 搞鬼啊 这个中间呢 甚至把他的选举成果给偷走啊 所以特朗普 他其实一直哦 2020年那一次大选 他没有认输哦 他没有打电话去恭喜 拜登当选一般打电话恭喜对手 就一直就说我输了嘛 对不对 就像那运动员比赛完 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 No没有啊 就职典礼都没参加啊 他认为那一次是他赢 是民主党拜登这批人啊 偷取他的胜利 所以在这一次呢 这个共和党的选民啊 居然就一直相信这个理论 所以不然怎么会有1月6号冲国会 就认为你们这些国会瞎搞 对不对 就是偷了我们特朗普大统领的胜利 他的胜利被你们偷走 好了 那这一次共和党选民觉得说 咱们啊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策略 所以听说这是在美国社会当中啊 这个共和党的选民啊 那多积极啊逢人啊 就朋友啊什么都问 投票没啊支持 我们共和党候选人啊 对不对 大家说觉得这一次一定要赢 这个士气嘛对不对 那第二因为疫情嘛 这个通讯投票 居然呢在11月8号之前 已经有37%的选民 通讯投票了 寄出去了 对不对 那有一些州是可以公布结果 有的州是不可以公布结果 因为一公布结果 就后面的人就会影响他投票 那共和党的选民呢很有趣 不在这37里面不多 共和党的选民啊 听说呢 在11月8号都要亲自去投票 他们认为通讯投票会作弊 对不对 所以我一定要到这个投票站 投下去 然后丢到票箱里 对不对 就代表我亲自投票 这个看得出来蛮两极话 所以今天如果你去投票站 你是共和党的 你会发现咱们都是一边的嘛 对不对 民主党的呢 通讯投票 当然这个选民啊 在美国选民当中啊 他们是不是那么关心 比如说像 俄乌冲突啦 中国问题啦 美中问题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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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美国人啊 你如果真的了解一下 他们的想法很有趣啊 加州 佛罗里达州 这两个州都蛮有钱的哈 他们关心什么呢 没错 气候问题啊 对不对 这个人啊 要是没吃饱饭 还谈什么气候 对不对 就像你肚子饿 我现在跟你讨论一下 关于艺术创作 你两眼不就累汪汪 看着我 对不对 饿都饿死了 所以像佛罗里达州 加利福尼亚州 加州 这个富裕嘛 对不对 富可敌国 两个州都很有钱啊 像加州的 它的经济总量 比很多开发中国家 一个州可以抵上一个国啊 他们谈的是气候 他们关心气候 德克萨斯州 跟墨西哥边界 他们担心的是非法移民 他们管什么气候 那里一年世纪都热得要死 他们关心的是 有没有非法移民 对不对 来到这里 那当然呢 这个像纽约东岸的 他们关心什么 治安啊 对不对 谈什么气候 谈什么移民 我们担心上街 会不会被抢啊 这个听说在美国纽约啊 这个听说了 晚上出门啊 口袋里要揣点现金 真的碰到有人来 你就掏出来 对不对 不能没有啊 你不能说我真的一毛都没有 那交代不过去啊 对不对 人家出来 都要有至少车马费嘛 对不对 你好歹要放一点 在口袋里说大哥车马费 对不对 但不必把家当都带出来了 但你口袋里至少揣一点 对不对 不要让那个大哥呢 觉得说这趟白跑 白跑他会生气耶 生气就不好啊 好 所以以后呢 去纽约啊 口袋晚上 晚上要出来啊 三更半夜要出来 夜生活嘛 要揣一点现金啊 这个擅裁一下 擅裁一下 好了 那选民关心的点不一样之后呢 对于这个候选人的态度 也就不一样 实际上在美国现在的民调 不断的民调说 你们认为在选举当中 你们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不是俄乌 不是中美 第一优先关心的是经济 51%的民众都认为 我选这个候选人 我要看他的政见当中 对比如说控制通胀啊 振兴经济啊 有没有什么对策啊 他跟我讲一大堆俄乌冲突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不对 这个经济占51% 第二 选民最关心的占15% 是什么 堕胎 罗素韦德案被大法 最高法院大法官 视线以后翻盘了 对不对 取消美国女性堕胎的权利 很多人就会问这个问题 美国人都要堕胎吗 不需要了 对不对 但是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标榜的一个概念就是自由 人人的自由啊 是天生啊 这个天老天啊 赋予我的权利 那我能决定我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那女性呢 在人类的社会文化 从历史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 次于男性 在全世界女性早年都没有投票权的 全世界大概第一个有女性投票权 是新西兰啊 这个国家 那更不要说 女权运动 那是在这个世纪才开始啊 女人能够投票 女人能出去工作 你想二战的时候 美国那个男性都上战场 缺劳工啊 女性才有资格 走出厨房啊 进车间啊 你就知道女性地位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这个堕胎权啊 其实讲的就是要 让女性有自我决定的权利 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堕胎啊 对不对 有的 有每每 他们都是觉得这是一个开倒车的问题 也是美国现在存在最大的 左翼右翼力量矛盾的所在 那这一次呢 大家关心的是 如果 国会民主党胜利 拜登 会不会在国会立一个法 立一个法就是 有一点绕过 但当然在宪法里面 他并没有讲 宪法没有明显 写得非常清楚说 禁止女性堕胎 但是美国国会可以立一个法 允许各州 他讲的可以讲的那个宽一点啊 他不必自己揽在手上 允许各州 是妇女的需要 去立一个你们州里面的堕胎法案 对不对 比如说有的会说 怀孕几周啊 有没有心跳啦 什么样的医生签字啊 家属同不同意 有很多啦 各个州因为 有保守 有自由的那个 你们去决定 但是国会要立一个法 让各州可以去通用 那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 对不对 不是说 再回到高院满难的 因为高院大法官现在保守派居多了 好 所以这是这个层面 那另外讲到华尔街啊 华尔街呢 这两天呢 大家都在看中期选举啊 这个华尔街 最多的都是 就是这些投资人嘛 对不对 操盘手啊 他们手上呢 在有大量的资金啊 在决定 在中期选举之后 在市场上要怎么操作 基本上呢 现在华尔街啊 大家都认为呢 这个共和党拿下啊 众院的概率很高啊 他们也认为呢 在意料之中啊 很多很多分析师也认为 这个华尔街这些投资人也都认为是 如果这个待会儿啊 早晚啊 几个钟头之后 大概结果出来了 那华尔街呢 股市不会大震荡 也不会狂涨 大概就这样啊 因为就是没惊喜嘛 我们大概都知道 共和党会拿下 而且华尔街现在还有一种声音啊 是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 认为呢 这个共和党拿下国会 对不对 民主党握有白宫 照讲这是一个政治僵局哦 这个很多法案 很多政策会出不了门 或到了国会 这个出不来啊 白宫丢到国会 说我有一个法案 那国会就 就把他停在那了 好 那这种政治僵局啊 在未来两年会出现 华尔街说 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啊 如果民主党啊 过去这两年 干了些什么事情 就是没有 还没 还不知道钱在哪啊 他就有大量的支出 对不对 比如说清洁能源法案啊 什么什么振兴法案啊 那钱从哪来 没交代 就说我这里有几万亿的案子 我这里又援助乌克兰 几个亿 你钱在哪 你从哪来 你现在的税收不要搞错哦 你现在的税入部分 是固定支出哦 比如说军事费用 对不对 教育费用 医疗费用 这个是已经 这个实际上你要支出的 你口袋里没有多的钱 你去遮什么 折腾啊 对不对 投资人看的 担心的是这个啊 这个的话呢 对经济来讲是不好 那政府会没钱 就怎么办 印钞票啊 印钞票就是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 货币贬值 整个市场会乱啊 投资人担心的是 民主党乱搞啊 对不对 搞了一大堆 不知道钱在哪的支出 但华尔街还怕共和党 如果共和党啊 今天拿下了白宫啊 拿下了国会 他们也担心 共和党不是乱花钱 共和党会搞什么 减税 对不对 这个减税啊 你要减 那原来固定支出的钱 在哪里 也没有着落吗 对不对 所以一个是乱花钱 一个是呢 乱结税 你如果就像那个 特拉斯 英国首相特拉斯 那个女的对不对 刚上台他就搞减税 为什么后来会垮掉 他减税没有告诉大家 钱怎么怎么补那个洞啊 对不对 好 我现在一减税 就表示税入少了吗 对不对 可是我税出支出还是那么多啊 那市场不就崩了吗 所以特拉斯垮 现在华尔街说 美国这次大中期选举啊 搞到僵局啊 对市场来讲 未必是一件坏事啊 就这样制衡 两个就卡在那里 他们现在担心的是这个礼拜 美国通胀报告要出来了 难看啊 预计不乐观啊 对不对 通胀 当然了通胀拿出来的数字啊 已经是把所有的价格啊 加起来除啊 对不对 尽量往下压 把那些大家都不会去买的东西呢 都没什么涨价 对不对 把它也拉进来 跟那个涨了很多的食物 汽油价格加在一起 掺水嘛 对不对 然后除一看哎呀 账面上很好看 全世界各位知道统计局啊 玩的就是有人就讲统计局 统计统计啊 实际上它是一种比较技术性的数字啊 但我们不能骂说统计局一定不对啊 统计局也有有一些数字啊 很重要 但是这种那么一平均 它不能反映真正的食物价格 汽油价格的通胀 对不对 所以华尔街现在投资人都在观望 他们非常担心通胀哦 通胀如果还不下 鲍威尔再加息嘛 对不对 再加息是什么 使企业啊 企业现金周转出不来了啦 对不对 银行利率那么高 借不到钱啊 或者是付不出利息的时候 企业裁员嘛 对不对 企业会萎缩 股价会跌啊 我的市值就要掉了 公司市值掉了 投资人会什么 会亏损啊 大家担心的是这个 对不对 你们这个政治人物怎么玩 就一边了 但最重要 本周的通胀是否会调高利率啊 好了 那讲完到这里之后呢 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次的选举啊 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 马上就要 结果就要出来了 当然 可以看得出来呢 大概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民众期待半天能得到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呢 这个都是完美无瑕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只能在那个比较不烂的苹果当中 一堆烂苹果当中挑一个最不烂的啊 那这个就叫做政治啊 好了 那当然呢 那在稍后结果就会慢慢出来到了明天会更加的明朗 但是也看得出来呢 美国政坛呢 在这次变天之后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谈过关于拜登的执政啊 会有蛮大的影响 那更重要的是大家一直关注的特朗普啊 他会用什么样的形态回到这个舞台上啊 当然我想争取在这两天跟各位再来谈谈特朗普啊 一直我总觉得特朗普不单单是一个个人 他实际上是现在全世界一种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 如果你未来从历史的回顾上 看2020年之后啊 之前之后这段期间 右翼在全世界开始啊 再次的这个算是复活吧 特朗普其中代表人物啊 像现在以色列的新总理啊 这些都是右翼的啊 法国现在虽然马克龙 但是还有那种极右翼组织 勒庞啊 勒庞虽然现在刚刚交掉这个党的这个总裁 但是他还是很有影响力啊 所以美国在2022年之后会如何发展 特朗普11月15号宣布参选之后 美国政坛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都是值得我们关注 那我想大家更关心的是中美关系 在2022年今年大选之后会如何发展 但是我个人还是并不是十分乐观 因为我平常看事情呢 不见得是特别喜欢悲观 因为悲观呢 比较容易不容易出错啊 那如果那个事情突然变得很好 你会说哎呀太好了 那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差啊 但如果你说很好 突然变差 大家会说你不是说很好吗 怎么变差了啊 来挑战你质问你啊 但是关于这个中美关系啊 在2023年呢我来看 我还是比较持悲观的态度 我认为美国政坛的氛围啊 已经正在转向了 将会再次回到更幼的 会比特朗普执政更幼啊 但是对于未来啊 整个中美关系呢 更是值得我们再找一集节目 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我总觉得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啊 但是我也争取在这两天 跟各位来谈谈中美关系 在2023年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进 好吗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收听收看 也希望全世界的朋友啊 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永远每天充满活力 好心情 对不对 太阳升上来 新闻就要端出来 经文点评在这边 谢谢各位 欢迎各位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 还没有订阅点赞 打开小铃铛啊 的朋友 欢迎 通通加入我们 好吗 明天再见 拜拜